茶余放后干点啥,一袋瓜子一杯茶,大家好,这里是柯瓜子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被迫假扮成学生妹来满足有钱人寻找初恋的感觉的故事 我叫尹天愁,是一名龙套演员 虽然是一名龙套演员,但我对演技有独到的见解 比如这场戏,虽然我只有一个中枪死亡的镜头 但我根据角色的背景性格,设计了一套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由于导演不能理解我的表演,让我去后勤领一份盒饭然后滚蛋 当我准备伸手拿盒饭的时候,不料管盒饭的也欺负我,面对他的挑戏我忍了 毕竟天才都是孤独不被理解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继续看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正所谓温孤儿之心,何以为诗意,我对演技又有了新的理解 我决定举办一场大型的话剧雷雨,为了到时候能顺利举行 我进行了地毯式的宣传,最后却一个人都没有来 但这并不能打败我,终于在一次演尸体的时候,我受到了娟姐的赏识 娟姐在演艺圈非常厉害,谁能跟她打喜绝对能一炮走红 另一边女孩柳飘飘是一个坐台妹妹 由于老妈妈推出学生妹初恋主题,她被迫假扮成学生妹接客 但由于飘飘性格泼辣直率,经常受到投诉 根本一点也不像一个女学生的样子,更别说初恋的感觉了 老妈妈为了让女儿们找到初恋的感觉,通过打听找到了我 想让我教她们演技,我告诉她们初恋必须要有眼泪 初学者可以通过吃芥末让眼泪激发出来 在讲课的时候,柳飘飘一直嘲笑我是个龙套演员 为了尊严,我跟她一对一battle了一把 由于从小妈妈告诉我不能打女人,面对她的攻击我选择不还手 晚上一个富豪失恋来寻找初恋的感觉 富豪表示谁能让她找到初恋的感觉,谁就可以把桌上的钱全部拿走 柳飘飘通过我的方法激发出了眼泪 成功征服了富豪,让她找到了初恋的感觉 第二天她找到我向我道歉,并表示要跟我学习演技 我把她叫到院子里给她上了学生妹初恋的第一课 但由于职业习惯,她老是不自觉地把腿夹在我身上 这天我在排练的时候,飘飘坐在观众席里观看 从她的表情中能看出我的表演十分精彩 马上我和飘飘出去散步,走到一半的时候感情到了 我俩情不自禁地尝了一下对方舌尖上的味道 看到她坐在窗台上看海的样子后 我发现我好像已经喜欢上她了 我相信她跟我的感觉一样 之后我们的一段对话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很熟悉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车里哭了 我相信那是幸福的眼泪,这天娟姐说要跟我搭戏,跟我演CP 在试戏的时候,我凭借出色的演技征服了所有人 飘飘在面对富豪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我 然后拒绝了富豪的请求 富豪将她一顿毒打之后放过了她 第二天她来找我,而娟姐正好来接我见投资人 当我坐车要离开的时候,她问我 我思考了半天回答她 之后我们在一起过上了没修没造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是张博之和周星石早年合作的一部电影 那个时候的张博之真的好美 电影喜剧之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 好了,我是柯娃子,看电影,我们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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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